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四推車 最近新車連發 要轉型了是不是 Zinger來了 我跟你講Zinger這一次 蠻多亮點的 第一個就是 終於萬年的引擎改了 萬年你知道嗎 獅子靈彈啊 萬年的引擎終於改了 1.5T的渦輪增壓引擎終於來了 這一次呢 它已經改成直列四氣缸的 排氣量是1481cc渦輪增壓 我跟你說 我剛試玩什麼 一樣1500的還有什麼 ZS 剛試玩什麼 Yaris 一個106P 一個120P 我跟你講1.5T 這個直接什麼 170RP 扭力26.4公斤米 這一次呢 我們這個等級是775的嘛 它其實有很多等級 775算是第二等級 最便宜是71萬 哇 好多 五人標誌型 喔 很標誌耶 還有五人豪華型 我們這個是五人豪華型的 再來上面還有七人標誌型 五人旗艦型 七人豪華型 七人旗艦型 分別是80萬 八十二萬 八十六萬 九十一萬 喔 九十一萬 我看九十一萬搓什麼 交通雄設輔助 前車死離提醒 智慧遠光燈 盲點 還有這個車道變換輔助 側群輪拱 試駕窗框 前霧燈 雙攝鋁圈 十七吋 就有十七吋的鋁圈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東西 都不是什麼 可是 我們這個七七萬就有跟車囉 它的這個 除了引擎改的以外 它也是這個八速的 自排系統 這個變速箱也是新的 八速自排 再來後輪驅動 它原本就後輪驅動 再一個屌的 我以為它後面會是那個 拖曳壁 還是扭力量那種東西 有沒有 劍仔斑 有沒有 之類的 欸 前雙AB 後多連桿 很屌欸 後多連桿 等一下可以看一看 像不像貨車 因為以前Zinger 還有那種 Innova有沒有 那種車就很容易開起來 整台就是 那個質感就是很像貨車 你要把它當休旅車 我說實在的 好像有一點為難它了 少了這個真的差很多 整個質感都不見了 很像本來有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被遮住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台 是比較低配的關係 所以它運用了大量的 這個塑膠的原色 你包含這個水象護照 也都是只有中間這一段 是黑色烤漆 而且這還不算鋼琴烤漆 這個烤漆是 比較沒質感的那種烤漆 那頭燈我是覺得還不錯 新車的頭燈 亮都是好看的 它這種車也沒有做那個了 防刮材質 要最貴的才有 貴的才有是不是 所以它也是有做的 只是這台沒有 好吧 很低等級的 側面我覺得有一個 很好玩的地方 它車子那麼大台有沒有 它穿著裹小腳的鞋子 你從側面的比例看 真的超奇怪 真的超級奇怪的 它這個是205 7015 這個就是怎樣 經濟節能貨車胎 類似這種小發財胎 很可愛喔 你看輪框超小的 然後這距離超遠 所以我相信你如果假設你買回去 是要拿來自用的話 鋁圈或是你買更高等級 你如果買這個比較陽春的 你可能鋁圈避震器 可能要稍微 有可能要稍微換一下 好再來呢 後照鏡的部分 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們是陽春的 如果高等級的會有 芒田 既然就陽春耶 呵呵呵呵呵 這是要幹什麼啦 全部沒有任何的鍍鉻飾條 側面完全看不到任何一條銀色的東西 全部都是黑的 全部都是原來的原色 包括水切 好那這側面連貼紙都不給你 小鴨還會這邊貼一個黑色貼紙嘛 對不對 好啊這個就整個 直接都是烤漆的 雖然我們是第二個等級 77萬的版本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個 這叫什麼 免鑰匙上下車的摸門的按鍵 油箱蓋也是要拉鎖的 我看一下 繩索應該在這邊吧 它油箱蓋的按鈕 是在方向盤的右下側 你看它頭燈從側面看是凸出來的 這邊也是稍微浮出來的 喔有了 我們終於看到銀色的飾條了 就是它的屁股 好不好 我看這個穩燈好不好看 啊對 謝謝阿極 這是車工他們買的 這個叫做什麼 工作車 喔它買回來第一天就甩尾了 新車交回來第一天 它就在公司甩尾了 好不好 這後輪驅動可以甩尾 很厲害 好 這個也是阿極買新車來 借我們開箱 但是我覺得這種車都有個問題 就是你看它車頭好像很霸氣對不對 但屁股都縮起來 就是太速了 可能我在想可能沒有一些 尾翼的裝飾啊 或者是它的這個大燈設計的關係 這個燈很像硬做的 欸它的燈不是縮在這個板經理 它的燈很像是板經理做好 然後再蓋一個蓋子上去 類似這種感覺 好啊屁股相較之下 就比較速一點了 後保桿也都是這個防罩材質 不過有兩個倒車雷達 來看一下 哪裏開 哪裏開 下面 喔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哇欸充滿了橫桿喔 這本來就客戶車嘛 充滿了橫桿 欸後面蠻大的 喔它有七人座版本 對所以其實後面呢 你可以想像可以再坐一把椅子 好那當然這個車的容量 沒話說吧 你超大的比一般修理車都還大 好非常好 欸有啦 在這裡有一塊塑膠皮啊 其實它就硬塑膠 好全部都非常素 好那門把連烤機也都沒烤 好而且 喔來你看它A柱 像這種貨車它A柱就沒有做 沒有做隔一面了 喔 欸有平板耶 對啊 不過整支的都是塑膠的 有沒有看過塑膠打孔 塑膠打孔 方向盤 左邊呢 一樣是一些這個音量啊 跟音響控制的 接聽電話 然後右邊 欸 輔助系統 上方呢 就是這個跟車的輔助系統 欸這都硬塑膠 這真的 喔咖 有個天環很帥 黑天篷 我一定要支持這種 A柱也黑 天篷也黑 遮陽板也黑 這是最安全的做法 便宜沒關係 坐黑就安全 上一集有講到 好處很多 對不對 不怕髒不怕水 哈哈哈哈 中間 欸人家中間有螢幕有觸碰的耶 有Apple CarPlay耶 看起來無線的 無線的耶 對 我ZS小鴨也70幾萬 都要線耶 來我來看這車機順不順 不過基本上你看 快刷節反壓不錯 對啊 蠻順的 比起 Yaris跟MG 好了吧 我是覺得啦 刷起來是真的覺得順多 中控台 有一個翅膀的形狀 灰色烤漆的裝飾 你看 你看這就是我之前講的 它機械式的恆溫 它這裡右邊只要轉到Auto 你這邊就是恆溫 欸到底做這樣的恆溫比較貴 還是做一個液晶沒有恆溫比較貴 我怎麼想我都覺得這比較便宜 那為什麼不做這樣就好了 這也是恆溫啊 其實30這個恆溫系統 那我很早之前就介紹了 從以前的Lancer 大概10年前就一直都這樣用 就是這種機械式的恆溫空調系統 第二個帥的地方 我剛剛講除了天篷黑天篷以外 排檔桿帥 而且排檔桿我跟你講 彈力很棒 就是那個回饋感非常好 它這個按按鈕 好做排檔 欸也沒有顯影 77萬也真的沒有顯影 而且它做這個懸浮式的排檔 把下面的空間釋放出來 這很多休旅車 包括CRV最喜歡做這樣 這邊有兩個杯架 中央扶手打開 哇很深空間很大 裡面有個點驗器 欸也是只有這裡有 這裡都沒 對這裡都沒 欸有啦 這裡有一個USB耶 這好像是資料傳輸的耶 這個手套箱的整個狀況 它長相啊 就大概像20年前的車子手套箱就這樣 很有懷舊感 那椅子呢 來我下車來看一下椅子 順便這是我開車的位置 等一下我們順便去後座看 前座的椅子呢 只有在兩側的地方有車上白線喔 有做一個 這叫什麼 箭頭形狀的一個裝飾 好不好 它就很一般的椅子 來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後座我看可不可以前後的衡椅 喔有 可以移那麼前面喔 前後滑椅的距離蠻長的 好這樣就是打到最底 好我們現在這樣是最底 那椅背可以躺嗎 好躺喔 這已經不是幾段的問題了吧 對不對 這直接是180度很躺的 反正我覺得這個就是 等一下這都是貨車 這是要讓你折起來 這樣給你放東西的 你是當作休旅車利用 我們等一下試看看有沒有辦法當作休旅車用 說實在話 因為我以前曾經遇過有一些 這個我的客人 買了Zinger之後後悔 他以為他可以開著它出去 露營他的當休旅車用 因為比較便宜嘛 你要買Outland 那個日子就貴了 可是後來他開了三個月 他老婆說不行 他說他老婆一上車 就覺得這台車是一台貨車 所以他開三個月就賣掉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可能要習慣一下 有些人對車比較敏感 有些人還好 好來 上車 空間還不錯 我看 我看 喔 唉唷 喔 噢 幹好棒喔 爸爸在前面開車有沒有 他好像在外面睡覺之類的 有沒有 欸 有出風口欸 這邊還可以調整風量 風速 冷媒要不要過來 你安掉就只有送風而已 以前那個Wish 沒有這個你知道嗎 後來他這裡好像加裝一個風扇 他只負責吸前面的冷氣 裝個抽風機的意思 把風送過來 對啦 就跟你家裡有沒有 這個房間的冷氣要抽到隔壁間 你要放一台電風扇去抽 一樣意思 因為車太長了 然後前面冷的鑰匙 後面不會冷 他這樣可以吹到第三排 以前NINGA有這個東西的都是 等級比較高才有 好不錯 我們來上路開一下 開起來像不像貨車 我是覺得應該蠻像 走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貨車為什麼開起來有像貨車感 有沒有 之前我們不是試那個旅行車嗎 其實就是後面空間太大 有沒有 這第一個嘛 你會覺得後面的那個空間感很大 第二個是 像這個後區它有差速器 所以你後面會聽到那個 類似那種差速器的那種 轟轟轟的那種運轉聲 所以這就是 比較容易讓你會有貨車感 的原因 走 欸 起步還不錯耶 欸 踩得又衝耶 好 這個底盤就真的是 真的就是有那個 相形車的感覺 蠻晃的啦 我剛剛看它那個 輪胎的大小 70的厚度 再加上它跟輪湖的距離空間 好 其實想像得到 你也不能太用 一般轎車的眼光去看它 我是覺得這樣也蠻不公平的 但是真的 蠻貨車的 哈哈 那個過天洞的聲音 欸 不過 隔音不錯耶 對 你有發現對不對 嗯 嗯 空切聲是 小的耶 但是這個吹起來的聲音 真的就是貨車 奇怪 應該是差速器吧 有吧 那個 加速的聲音有沒有 你會覺得它的 引擎反而沒什麼聲音 對不對 聲音是後面的 後面的 不知道是差速器 可以來盤行動 哇 不行啦 速度起來 風聲又來了 欸 這車重開起來實感上就一定是比較重 我覺得開起來是有安全感的 但是就是真的它的輪胎避震器 讓你覺得就是貨車感 過坑洞 過彎 晃動的程度 它就是一台貨車 但你站在以前的箱形車的角度來看 其實進步的蠻多的 那我們剛剛是在這個90公里以下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上來覺得隔音還不錯 那上來90以後 風切聲就出現 欸它這有全速域嗎 應該沒有吧 我來看這怎麼開 我們真的這個資訊量太少 真的太新了 都還沒開始研究 只是覺得改引擎了 改變物箱好像蠻屌的 想說萬年拉皮車終於 不再拉皮了 有給新的東西了 露出一線曙光 應該是沒有全速域 所以它不讓我開吧 我現在 40到60 對我現在60等一下再按看看 有了 有嗎 有了有了60有了 90 好了 耶 先進輔助駕駛啦 怎樣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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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啊 我要出去了 喔這乒乓球的 這是那個偏移輔助 沒有自重 沒有沒有沒有 可能它最高等級的喔 我剛剛有看到 規格表裡面好像一個最高等級的自重 欸不過它煞車緩和喔 加速我覺得是因為 1.5T的關係 它有時候跟不太到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它有 重彩的感覺 拉轉速的感覺 雖然聲音是 加速的聲音蠻大的 但是速度沒那麼快 所以我覺得它的跟車算是 黃河的 還不錯 唉不錯了吧 一台送送貨的車子 有這個智慧服務 唉是說現在很多的那個 學長的那個大車都有 玩那個歐卡那個就有定速了 唉我覺得其實 因為它做的超軟嘛 所以其實你看過坑洞 都會有些搖晃對不對 這基本上就是一艘船 這如果開山路後座 應該是會暈車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要以 你叫我開這個車出去送貨 我覺得是舒服 我這樣會太 要求太低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 它出來本來設定就這樣 是一個還不錯的兩用車 我覺得這算兩用車 這才是真正的自小客貨的意義 我們現在自小客貨是 媽休旅車拿來省稅金用的對不對 但是這個車子 我覺得它裝很趕 我覺得就不為過了 因為它真的是那種 你家裡做小生意啊 爸爸都是開著一台 比如說FREECA ENOVA 甚至這個海力士 平常在當工作 工程 送東西用 然後假日的時候 開著這樣的車 在全家大小出去交遊踏青 帶小朋友出去放電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是真的 在意義上面 真正的叫做自小客貨 因為它真的 可以自用 可以送貨 所以賣這種商用車 你不要 大家都在說什麼 山林萬年拉皮車對不對 那個Lancer這樣一直拉皮 一直拉皮 我跟你講其實 在台灣 不管是這個 匯豐 順義這個 他們那賺錢是在賣商用車 在賺錢 好不好 真的啦 就算它把那個Lancer Core Plus拿掉 它也無所謂 你們自己去查那個銷售排行榜 山林都排得到的 但是你去看它那個銷售數字 全部都是 那種什麼零力啊 零個威力有的美的那些 所以商用車真的在台灣一些小工廠 我覺得山林的這些商用車 是真的造福了很多人 但唯一的一點就是 這個油耗我們可能沒辦法測試 我們只能用官方給我們的數字 11 13 15 因為山林的商用車 自古以來 油耗都是蠻兇的 山林的商用車雖然賣得很好 引擎怎麼也都蠻耐用 你看那個Kenda Kenda那個路上到處都是賣得多好 它的引擎它可以做得很耐用 但是唯一一個就是它的吃油 它的油耗一定會比其它的車來得要高一些 它這個方向盤雖然是塑膠打洞 它還做蠻粗的 這裡就已經算粗了 這個握的地方更粗 它有做凸點 對我突然轉彎的時候多了一個熟悉感 熟悉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Cienta的車 屁股凹進去的機率超高 你在路上有沒有看過 有啊 觀眾朋友如果跟我有同感 你下面留言 我在路上常常看到Cienta的車 屁股是貓進去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跟上一代的Linger 頭都是凹進去的一樣 有嗎 上一代Linger有頭都是凹進去的嗎 有啊 Linger我倒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Cienta我有特別的感覺 常在路上會看到它的屁股是凹的 板心凹進去的機率還蠻高的 不過來講一下它的引擎出力好不好 是不是我開了ZS跟YARUS開太久了 開了一個多月 兩台車加起來開了一個多月 我覺得這台車加速還不錯耶 嘿嘿嘿嘿 就是它的油門踩起來是輕快的 那唯一有一個遲滯就是在 鬆開油門再加速的那個 你會感受到有一個明顯的時間差 引擎出力的時間差 應該是渦輪遲滯啦 好恐怖喔 超級側景喔 很久沒開到勤這麼嚴重的車了吧 不是啊 它這個這麼軟它怎麼載重的貨 我跟你講以前在路上也常常看到 Savering或者是舊款的Lancer屁股會這樣載重 就散累了 就吹下來 那也不是說它軟 它有可能是它老化沒有 BZC老化沒有修 然後後面又再重 那我不知道再重以後 引擎的出力夠不夠 基本上我們今天兩個人這樣開 然後剛剛在山路上面 我覺得開起來 我不覺得說油門有特別的 沒有力的感覺齁 都蠻輕踩的 就是輕輕踩 其實我覺得出力都是足夠用的 那唯一有一個就是真的它的輪胎 跟它的懸吊 好不怎麼樣 如果你要買這個等級回來當自用的話 那你可能自己要開慢一點 不要打開六開 對啊其實在速限內慢慢的開 我覺得都還有 只是真的左右一直慌 那媽的 好恐怖喔 但防彎死一點 你都覺得你要讓它翻過去 已經黏在門上了 黏在門上 對啊椅子也滿沒有支撐性的 商用車啊 不錯了啦 那叫我開這種車送送貨 我是覺得還滿舒服 它有跟車竟然還是傳統 好厲害 啊為什麼不就乾脆 啊省錢省錢 因為已經有跟車啦 就代表它電腦可以煞車了吧 對不對 煞車還不錯 滿力的 還是新車都滿力的 70幾萬便宜嗎阿呆 嗯 嗯 掛這個mark就 欸怎樣 小心講話喔 怎麼掛這個mark怎麼了 1.5T怎麼了 不會啦我覺得以配這個 1.5T的新引擎來說阿 然後加這個變速箱 我覺得它整個 銜接度都是滿順暢的 好那唯一的我覺得就 質感那些因為商用車的關係 好就不用多說 有興趣可以去試看看 但我是覺得是可以兩用 但兩用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是以上用為主 是比較好的啦 如果你是追求更高的質感 更高的舒適性 當然你要買 你要買真正的休旅車 好不好 這個就是 賺錢 商用車會好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賣人家東西的前提 是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我們賣 我們所有的轎車 我們賣人家它回去是什麼 奢侈品 享受 它要比你多舒服 它要有什麼配備 但是我們商用車 賣給人家是怎樣 賣你回去賺錢 出發點不一樣 出發點真的不一樣 所以商用車為什麼會好賣 我是為你好 我賣你這個東西回去 你是會賺錢的 我覺得這就是中間的差異性 你看現在也是很多 你看那個 Toyota現在新的那個什麼Town S 賣那麼好 它那明明就是一個麵包車 貨車 但其實很多人買回來 是要拿來當自由的 嗯 露營車 所以我覺得它這次這個 1.5T出來 更大的空間 更好的配備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 因為現在很多人 會出去露營踏青 那買回去 嫌一般的那種小麵包車 空間太小的狀況 來買這種Zinger 我覺得空間就變超大 而且不用像以前 需要用那個2400CC的碎金 跟2400CC的油耗 那耐不耐用 我就不知道了啦 喔 這起步真的 我是不是真的開那個 120匹 106匹開太久 我真的覺得它起步還不錯 啊我知道了啦 商用車扭力都會比較大 商用車它會把那個扭力 坐在比較前面 要不然它起步很累啊 它的最大扭力有沒有 26.4公斤 1500轉就出來了 1500轉喔 對啊 1500轉就出來了 所以它坐很前面啊 所以為什麼商用車會耗油 因為它把扭力坐很前面 所以你只要一起步 啪就噴油 噴一堆 但是它就沒有偽進了啊 它前面最大的扭力發出來 讓你起步用啊 對啊 所以這個一定會比較耗油 1.5T這個重量 11 13 15 那你照這樣中間平均13 你實際上開起來 我覺得應該也是在10公里左右 搞不好還不到10 好啦 今天的這個ZINGER新車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你會不會有很糟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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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那個什麼 老公回家跟老婆講 老婆我剛在家樓下被狗咬了 真的嗎 那很危險耶 那如果是小孩怎麼辦 太可怕了吧 先生說 還好 老婆說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小孩的話 我應該打得過 小孩 她等一下 來個小時 寢充 ヅ パワー 剛 passage 感谢观看